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 张律师栏目 有这样的一位客人 他的绿卡已经放弃了 签证也被拒绝了 但是他仍然有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进入美国 他还能进入美国吗 怎么进入呢 我们来听听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 张迪凯律师到底是如何帮他成功的进入美国的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这个案子听起来很不一般 绿卡都放弃了 签证也被拒了 那他还能够进入美国吗 可以可以 这个案子非常有趣 是这个礼拜才发生的 其实这位客人是联系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 但是这个律师事务所常常外包很多很多的案子给我们做 他知道我们常常做这一类的案子 所以这个时候这位律师联系我们说 这样子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那我就教他 这个客人呢 因为他是两年前去申请放弃绿卡 然后移民局收到了这个放弃绿卡的文件 但是他们还没有处理 也就是代表他的绿卡还有效 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入境 但是当然申请放弃绿卡这407的过程 绿卡也已经寄回给移民局了 所以他就已经没有绿卡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以为他绿卡已经放弃掉 所以他就直接去重新申请签证 申请签证的时候领事馆不发 所以他现在护照上没有签证 他也没有绿卡 但是只要是可以登机到了机场 你只要有用你的A number 你绿卡的号码 跟海关沟通说 我申请了放弃绿卡 但是我还没有正式的放弃掉 那我可以当场在你面前放弃绿卡 然后你让我入境 用旅游签证的方式入境短时间 然后我再离开美国 然后那个时候再放弃绿卡 或者是就直接以绿卡的身份入境美国 然后让移民局以后再把这个放弃绿卡的程序走完 然后正式的放弃绿卡 对不对 所以就算他的绿卡已经没了 然后已经交回去了 那个移民局也收到了 领事馆也不愿意发签证 这个时候海关可以发出他们的这个校围 他们有权利可以让你以绿卡的身份入境 或者是让你以非移民B1B2的签证入境 然后当场让你放弃绿卡 对不对 所以很多客人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们以为全部放弃绿卡都一定要通过移民局 但是很多人其实更方便的方式 是直接入境美国 然后在海关那边当场放弃 这样子的话所有的paypal就当场解决 所以而且付的费用也是一样 所以还不如让他们来帮你做 但是大部分的以前的客人是这样子来放弃 我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渠道 教他怎么以这样子的方式重新再入境 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案子 那如果说绿卡放弃了 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会不会变得更难呢 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我没有帮他办这个案子 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拒绝 但是我们常常帮很多很多的客人 放弃绿卡之后重新去签签证 那当然问题会比较困难一点 为什么因为你以前有过绿卡 常常有过绿卡的人士 比如说他们在美国还有公司 他们在美国还有亲属 说不定他们比如说是EB1A 拿到绿卡的入境美国 然后把全家带过来 然后之后就放弃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回国 这种事情常常见 所以领事馆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认为 你有移民倾向 就算你家人全部都在美国 你入境美国之后 你可能就调整身份了 这个时候你要重新申请签证的话 你要好好的准备证明给移民官 你这一次去美国就只是短暂的时间 而且不会常待 然后你的这个回国约束力 确实是在国内 然后你要很完整的解释 这所有的这个情况 当初为什么拿绿卡 然后当初为什么放弃 这确实是可以做 我们也常做 但是就是要好好的做才会成功 张律师我还有一个疑问 想请问您 既然领事馆都已经拒发签证了 他凭什么去买机票飞到美国的海关呢 这位客人 他是在拒签之前就先买了 因为他非常的 任务 他认为他一定会拿到签证 所以根本没有想到会拒签的问题 然后放弃绿卡也是两年前做的事情 所以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些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安排好 然后就一步一步走 然后到最后真的出问题的时候 才找律师 但是这个时候时间就有一点赶 还好我这位律师的整个事务所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帮他解决了 好 非常感谢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 张迪凯律师又成功的解决了一个疑难杂症 帮助一个放弃绿卡 而且签证被拒的这样的一个客人 成功的进入到了美国 好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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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